各位同心我們請就座 我們要開始上課了 這節課是閉幕式 我們邀請到我們參議院張文彥 張議長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很感謝大家來參加 因為你們大家我們才會成功 是怎麼會這樣說 如果像我們這幾個 怎麼可能的事情 這是事實 所以 拜託大家 回去 更高的 更高的 沒有緩緩 都 去跟更有專業的少年 都叫他來上課 我才會這樣說 我們要用很多人 實際上 你看 立方政府就很清楚 電腦化以後 電腦化以後 人 要在政家 公務人員的 進出的支出 都在 政家還有 但是又 請了一些雇員 所以 所以 我們就要了解 真的 我們 弟弟在交稅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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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幫你用 啦 我們想看看 我們要研究做 七年了 還有一年八年 有什麼 大 建設嗎 有 開的錢 一年 這是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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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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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 到現在我所長的靠就四條五條 所以 我們會在托迴條說 劉邦政府他是很清楚要離開了 所以黑白幫你補 都補那裡辦演會 我那裡沒有存在的一些開銷 浪費和台灣就好 我們現在 以後 都是落在大家的身上 因為你們已經是過去辦了 所以 大家 榮愛有這個信念 因為 我們的總值 大家來看我們的總值 我們的總值是什麼 為什麼 是 為白省設想 大家 如果沒有這個議員 我們 要替白省做事 替人民做事 你來託 來這裡 上課後 定義 白費啦 沒有什麼裏用啦 沒有什麼裏用啦 你後排啊 你若認識之後 都要翻車做一些 不定義 人民的 都要拿去變身 所以 大家要有這個確信 所以 大家要有這個確信 我們這是 革命團體 革命團體 我們的主張 開心的時候 都說過了 大家要很清楚 我們不再重複 我們現在 閉幕式 就是要強調 然後 大家要有這個議員 要替我們 未來的 未來的 我們的子孫 服務 要做 貢獻 要是無事 那麼 都要為百姓設想 我們來這裡 尚課 大家會了解 沒有看我嘛 大大了 大家 都自統徒嘛 無論你的階級 董事長也好 總經理也好 大家都大大大 這就是 我們是 平等 無論你是什麼 身份 來到這裡 都是學員 所以 我們的目標 是為百姓設想 這是我們的宗旨啦 我跟大家說 我們比科皮 以前 因為 怎麼說 科皮現在在做的事 如果是 如果是為什麼 台北市的 會百姓嘛 因為 他當然 這是說 他 經常 口號說 改變層層 這就是 天佑台灣 改變層層 他重點是地帶 他若是 為 台北市民 跟他 看為 家庭一樣 他 他 心裡 手 寫出來 好人 就是這樣寫 你看 這個人 他就是 一個 一個 城市 就是一個家庭 裡面的這些人民 他都是要去照顧 要去服務 我 我就 跟大家說 我們的宗旨 我們把紙張訂出來 我們的宗旨 幾個年前 我們就 在這裡 在說口 都有去說到 怎麼剛好 科皮 來選台北市長 昨天 他在 大春年 他在 這幾個月 所以 實際上 我們比科皮 還比較早 大家 我們在想到 我們的生活 就是什麼 我們 沒有這個 心情 來 改割 現在 會 欺騙的 那個 那個 看法 他們 怎麼 怎麼剛好 一個 邊緣 一個媽的 倒起來 剛才騙了 怎麼 剛好 那 騙 剛才一個媽的 還倒一個邊緣 我騙了 所以 我 告訴大家 就是 這 沒辦法 這可能 台灣 的 入獄 如果 在 福教 在說 說是說 入獄 如果 其他的 宗教 我都 對什麼 宗教 都接受 我去到 雅蘇 我都接受 所以 我是 我是 這樣 說 就是 怎麼會比較剛好 前的 總統 跟後的總統 合起來 剛才騙 實際上 我很 體會到 這個時候 因為 我大部分 都在 學校 我 可以說 大部分 可以 現在 來說 我們這個 所在 都 好 所以 都幾乎 可能 沒有 緣分 因為 在 初中 高中 那個時候 那 奇怪 那個 那個 老師 還是 校長 站在 港台上 所 講的 到 港台 以後 跟一般所做的 怎麼都沒有 一樣 這 沒辦法 都用 騙的 教育方式 在 說騙的 過 是 他的問題 就是 他 他的問題 就是 他 不必 把我們 的 人 架出 一套 這個 觀念 說得 難聽 馬英 像 現在 他要 什麼 要不 解決 對不對 他的 心分 都要不 解決 實際上 就是 這樣 我們 實在 我們 本土 當然 人 很 故意 這樣 讓他 親切 講講的 就騙了 實際上 這個 很明確的 事 美國 是一個 法治的 國家 你不 自己去 辦 他說 我 久不去 就 做會了 你要 走出來 為 卡拉達 走出來 他怎麼會知道 你出國了 這就是 大家都知道 到現在 我們 本土 台灣人 如果是 漸漸 沒有 這個 不行 那是 美國 要幫你修理 不幫你修理 美國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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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她 妳 公司 她 就是人有的說比較難聽,以前我是在跟他們做事的 有的說,我跟日本政府做事,我跟美國做事 有的怎麼這樣說? 就CIA了,我們台灣前兩千個在裡面 所以說你聽我的話,我就給你做,不需要幫你補坑 怎麼有人會補坑? 那有人是想超過的 那個李慶安,大家知道嗎? 他就是公民,好,還在跟他們支持,發得大小的聲音 還跟他們支持,跟他們的問題,他們的事情算沒有看到 別人的事情,跟他們支持 所以,不知道可能美國看得來不可以說 這個先超過期了 李慶安,大家不知道會知道嗎? 這就是什麼? 那就是中國人了 面對比較高 那像我們,抱歉就... 抱歉就不會死了 真的沒辦法去吐下去 當然 剛才剛才我們一個同心在說一些我的情形 有在說到111人力銀行的事情 我這裡補償的他說不對 我是這樣說 111人力銀行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在做社會主任的時候 他有要求我去給他登錄 所謂去登錄 他說他是邀請的 邀請我說叫我寫一句格言 因為他要來編 因為他要來編 世界華人名人小傳 一定要有格言 我又說 好了 你來邀請我 我們是說 也有榮幸嘛 他看得起我 我就寫 去了 我的重點是兩 等於是 一句話就是兩 四個字啦 最重要啦 現在再提起來 告訴年輕人 或是 你跟你的 下一代 告訴他 也給他 一個觀念 我當時候說 就是 態度 態度 態度是成功的基礎 怎麼叫做態度 大家去想 今天說 因為我 拿我女兒的例子 告訴大家 他這個都是事實 他原來 因為我女兒也在國外 他在白人公司工作 就是 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他來問我說 老爸 我要去上班啦 我要注意什麼 我跟他講 你到新的單位去工作 你一定 你的工作 態度 要做出來 什麼叫做態度 我 提供他說 先問啦 你的皮膚 什麼顏色 因為他是白人社會嘛 白皮膚的在指導嘛 我們是什麼顏色 黃的嘛 你跟白的 他會拉你去 做重要的幹部嗎 會偏袒你嗎 親戚關係有沒有 沒有 根本都沒有 談不上 就 我先問他的皮膚 因為他那是在國外 如果在台灣 就不能這樣問了 所以 我說 因為你的皮膚跟人家不一樣 你的主管 交代的工作說 你三天跟我查帳查好 你兩天做完了 你就拿著做完的報告 就去交給主管說 我已經做完了 還有沒有什麼工作 因為白人社會 他們白人都比較直 老闆叫你三天 有的白人都在那邊 實在他可能也是兩天做完了 他就在那邊摸摸摸摸到 第三天再去 我跟他講 你不能跟白人一樣 如果你跟白人一樣的話 先淘汰的先淘汰你 不會先 不會淘汰白人 所以他聽進去了 效果也很好 他在那邊工作三年 等於白人 同樣的職位的 在那一個公司 差不多要做六年 因為他的工作量 比別人家多 比較麻煩 比較 重要的 都會交給他做 因為交給他不會偷時間 都如期提前完成 沒有辦法完成 自動加班 跟他完成 如果你是老闆 你雖然他是黃皮酥 你是要用誰 這個就是 天下的道理 他真的是 所以他當時說 要到英國去 我說 好 老爸還在賺錢 直接讀兩個學校 一個是 劍橋 一個是 牛津 他不公平 如果其他的就 我不公平了 那兩個名相 我們是 出來一定要名相 他可能 自己都在拼命 在讀書的話 他到英國以後 一個禮拜 人家找他來工作 因為他有 把自己的精力 放在 他們也透過人力銀行 放在人力銀行 馬上 原來他去 英國的黨地 他是在 不是倫敦 就是 倫敦的 人家就約他 到工作了 你看 他說他就不要讀書了 他本身 現在也是 英國會計師 略是這樣 要跟 請大家 共勉 一定要告訴 這個 成功的 還要告訴大家 有心 有心 一定成功 我也要告訴 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有我自己的例子 我本身 當然 這個就是 同學 來邀我們說 我們去考 會計師好不好 同班同學啊 我說很好啊 大家去啊 我所讀的是工商管理 並不是會計師 我們當時要考 神技學 只是神技學沒有修到 那他 要我兩個去讀 去別的大學去修神技學 去讀神技學 這個就是要有心 當時 會計師考試是個位數 大家曉得 什麼叫做個位數 考下來 兩三個 一年考下來 三五個 沒有 近十個以上的 如果十個的話就是 兩位數都是個位數 就是 這個就是有心 所以他也考上來 我也考上來 我蠻感謝他的 我在 111人力銀行 要我寫 這個傳記的時候 從小 寫到 工作 到國外去回來 這個階段 又 提拔我的 我的 恩人 我一一的 在我的傳記上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班上的同學 也是 如果他沒有找我來 大家去修神技學的話 我可能 我就沒有具備這個身分 當然 那個是另外 在 學術上的身分是另外一個 那 大家 都有帶手機來 現在啊 順便啊 你就去找我的資料 你 張文彥 我們課程表裡面有嘛 誰張文彥嘛 你現在就打進去 張文彥教授 有時候 上Google跟Yahoo 帶 那個來的 都去找一找 就可以找到我的資料 有時候 坐車的時候 碰到年輕人 跟他談這個 他也聽得 有時候 有時候我說 你這樣好啦 你先 打進去 都叫他們 打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去找 我們這個理念 我們不是像一般所說的是詐騙集團 你也可以找我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身分證給他 那 張文彥 你當然張文彥 太多啦 蔡奇亞名太多啦 很多人 到底是哪一個 你加兩個字就好了 張文彥教授 就可以找到我的資料 那以後就好溝通了 我講的話不會騙的啦 不是蔡奇亞那些說 親菜 那些說的 有些說的 有些說的說 你說得嘴巴全補了 這個就是 要跟大家講 恭喜大家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基礎的 最基礎的教育啦 現在啊 可以去 穿服裝了啦 當然 我們的標準服裝啊 是這樣 我也把帽子戴起來 這個是我們的標準服裝 這個是白的 這個是黑的 褲子 皮鞋 黑黑的 這個也很 出去都 蠻大歡的 我們為什麼這樣要求 那個高級班通過以後 要回來再來參加各種的 考試也好 各種的信念也好 都要 要這種服裝進來 服裝 可以代表 一個人的精神 你隨便亂穿 看起來 有的穿汉衫 有的穿那個 奇奇怪怪的衣服 看起來沒有精神嘛 講一個不好聽的話 可能 我如果穿白襯 衣衣 一定打領帶 可能在學校裡面 培養出來的 所以 出去 看到我 我如果不去 運動 因為運動的話 我就會 穿那個汉衫 運動衫 穿布鞋 要不然 因為早期 我們學校 訓練出來的就是 穿白襯衣 一定打領帶 說不定我在 在學校工作的時候 吳思漢校長 看到我 可能說這個年輕人 也是穿衣服 怎麼會穿得 也這麼整齊 我的感覺上 是這樣啦 我出去都這樣啊 其他有的老師 怎麼還去 我們那個年代有的 還去打領帶的啊 根本不可能啊 但是 我 如果穿白的 一定是打領帶 說不定這樣 要不然我 沒有背景耶 當時候 我要升等的時候啦 吳校長 吳思漢校長 他說 張文彥 太年輕了啦 說我太年輕了 啊 好在 旁邊 我的指管 我的指管啊 都有來頭的耶 是 周慶忠 大家曉得周慶忠嗎 那個 我們 蔣經國是行政院院長嘛 副院長就是周慶忠嘛 他是 他的基要秘師在 內政部 調過去 當 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他的基要秘師 剛好 來 台北 商專 當 戲主任 那個時候是 我在 戲裡面 他跟 吳思漢講說 這個不是年輕不年輕的啊 聯資都到了 別人 聯資都到了 都升等嘛 為什麼 張文彥 聯資也到了 為什麼 沒有把他升等 因為 跟我講話 這個也有背景的 所以 所以 他也有背景的 所以 這樣 他說啊 好了好了 就 就升上去 我也是很 很感謝他 他沒有一題 我 可能 說不定 說不定啦 都沒有辦法拿到教授 因為 為什麼 那個 升副教授的時候 這一關 最重要嘛 副教授升過去以後 就可以當 學校的 一級單位的 指管嘛 所以我也 滿 運氣的啦 換三個校長 我還 擔任 一級 指管 換三個 我是 那個 學校的 三朝元老 我 當時候是這樣 我們那個時候是這樣 一班 差不多 五個人 四個老師 一個工友 國立的嘛 公家的嘛 一個 住家 一個講師 一個副教授 一個教授 再來一個工友 你學校多少班 依照你的編制 是 我 系裡面 有十個班 頂多你十個教授 所以 早期台大的 教授啊 不只一個 不走一個 副教授都沒有辦法生啦 公立學校早期都是這樣啦 所以 我三十幾歲拿到教授 我的教授證實 中華民國 到 我那個 年代 我是 啊 記得印象是 三 千 四百七十號 這個差不 應該是這個號碼 差不到多少 三千多號 那 那這個就是 要跟 大家 說明 就是 我們的做事啊 講出來都算話 不會 講出來 不算話 當然 有的 學校的主管 和學校的老師 上台來 講一種話 下台以後 又講 另一種話 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來定一個 4月1號是什麼 愚人節啦 奇怪喔 為什麼要定這個節入 他要再騙我們啊 他不敢講啦 跟那個一樣 跟 郝伯春 跟 連戰 所以柯批啊 是什麼 黃林啊 下一句又不敢講啦 下一句應該要怎麼講 柯批不能來選台北市 我們流亡政府的首都的市長啦 他沒有資格啦 應該要這樣講 要不然叫黃民是什麼意思 是 事實上 他們在選 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長 要喊出黃民 但是下一句不接下去講 我們 就是他們的教育啊 都是在騙的啦 什麼都在騙 光復節 光復節也在騙 光復節也在騙 現在光復節沒有啦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嘛 這個是這種情形啦 那 我 準備了一些powerpoint 來給大家看一看 當然初級班 的時候也有提到啦 我們 我們 盡量 找 初級班 有講過的 我們很快啊 不再 重複啦 我們 會講的比較 因為初級班 當時候都 這些都有講過嘛 我 我現在 來跳到啦 因為 大家 畢業了以後啦 都要到過 桌去 到桌裡面去 因為為什麼我 我們 在感覺上 因為 有時候坐高鐵啦 坐計程車啦 都會發生這種現象 很多 碰到 跟他談了以後 不了解 要怎麼去辦身婚診 不了解 要到哪一個地方去辦身婚診 所以我們 現在啊 來 把 各州 來把各州的 那個 桌 辦事次 把它 給大家 參考 我 參加 畢業 五十年 大學畢業後 五十年的 同學會 我去參加啦 碰到一個 學長 他是 理事長 我跟他談一談 認為 不錯 要來辦身婚診 他說他在台北 要到哪裡去 問我這些 我也 所以 我只好 我打給 那個知識啦 台北知識 叫他 轉 台北市的 進辦 去跟他聯絡 後來 一個禮拜以後 我又打電話去說 辦啊沒有 後來他怎麼講呢 他說 我們的講話 都被監聽了 因為 我們 鼓勵他去辦 去哪裡辦 他的 他的電話 都是用 那個 工會打出來的 工會打出來 我也 回他的電話 都也打進工會 原來 原來真的是 真的 台灣 這個 監聽是這麼厲害 因為 是台北市的一個重要的 工會的理事長 他 我們講完了以後 他監聽完了以後 那個監聽人員 打電話給他 他說 中華民國都對你們這麼好 你還要再去辦什麼身份證 我告訴各位 我在這邊講 我一定負責 不是隨便講一講 有人 有地點 是誰 都可以講出來 但是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 節目 是全世界都在看 真正 你們要 進一步 更了解 我可以 再 要不然我現在把它講出來 他是 老國代的 所以 所以 那個 國代末期 他也是 李登輝提名參加 國代的人 他也是國民黨的系統的人 但是他現在 當公會理事長 早期 這個比較重要的 李市長 你沒有 國民黨的話 可能 要選上的話 困難度也蠻高的 類似這樣給大家參考 我在這個地方 也要給 全世界本土台灣人知道 如果你 現在回到台北來 你可以參考一下 哪一個地方 比較你們接近 你可以到那個 辦事室去 走一走 看一看 你要辦身份證 你就到 這個地方去 如果 大家 是你們這一桌的 你也要把它 登錄下來 你回去以後 你時常 去跟他 看一看 走一走 說不定 好坑的 就在那裡 這樣大家不知道 知道嗎 你如果 沒有去那裡走走 人哪會發力 這就是 一樣 我所作的 就是態度 你願意來參加 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你必須要由 桌裡面去 因為現在 大部分 一些 人事案 都是由 桌長 等於是 知識啦 改為知識 跟 進 進手 去安排 那早期 有人 有人不清楚啊 有人不清楚 當然早期是這樣 最早的 中央的 這些 我說中央的 參議員好了 是由 各州 我們三十一位 各州 推選四位 順利的 由中央來推薦 中央推薦 早期秘書長說 叫我 看哪一個 我 因為大部分都不太 認識嘛 我說 就請秘書長推薦 類似這樣 現在因為 大部分都是 已經 定案了 那麼 幾乎都是由 桌裡面 跟鏡裡面 去安排 所以大家一定要 回去以後 態度 要做出來 去跑一跑 你 專業是什麼 看有沒有你的專業 因為 講到這一點 我還在補充一下 我們 團隊裡面 我們的同心 也有 滿專業的人才 為什麼 上個月 我去屏東 縣政府 審查一個案子 外聘的三個委員 我其中一個 當然我出去 都是穿這種服裝 三個 三個 在那邊 評審 完了以後 他另外一個 跑來 跟我打招呼 他說他還是同心 因為 我不認識嘛 好像大家如果上完了課 你沒有主動找我 我真的也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 不認識 他主動找我 我才知道說 他是同心 我說 你的名片 可以不可以給我一份 拿出來以後 我看 因為他也是 專業人士嘛 一看 建職師 一看 成功大學 建職系 博士 再來 那個 進修 科技大學 副教授 也是一個 專業人士 又一個是學者 真的是 有專業的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大家 你們 要 多去 桌裡面 去 進裡面 走一走 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 你們在哪裡的 剛好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先 寫一寫 電話聯絡一下 去問一問 那你態度做出來 人家 就會安排嘛 這個是 真的你常常去 大家都認識啦 剛好有這個位置 那麼也請你來 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 這個是 台北說的 在板橋的 他說 京都辦公室 下 我這個也去過啦 成立的時候 我要上課 沒有辦法去啦 那 我 可能 差不多三四個禮拜前吧 我也去 去的時候 下了板橋 車站 出來 往 左手邊 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 招牌啦 可以看到招牌 插棋子的 民前路也很短 不長 大家 他這個好處在哪裡呢 你如果開車子的話 他這邊啦 從他的也是 左邊這邊啦 有一個停車場啦 你可以開進去啦 開車子的話 很方便喔 剛好 這個 房子後面 有一個停車場 就是說 從這邊進去 從這邊有一個空 巷子 那個好像可以進去啦 進去這邊一大塊 停車場 這個 有這個方便的地方 有車子的可以常常開去看看嘛 後邊路過的話 順便 可以停車 如果不停車就麻煩了嘛 是不是 如果你 你不是開車的話 都可以啊 那麼 那麼 坐到板橋 站下車 走 下了車 出去 走左邊 這樣 這樣走 這樣找 可以 找到 應當走路差不多 七八分鐘而已啊 我看是七八分鐘 我看是七八分鐘 因為 因為 知道方向的話就好走啦 不知道方向的話還要再問的話 十幾分 二十分可能 你問到來的話差不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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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中山路 大家 以後也應該稍微掛呼一下 那個 這個地方稍微 如果可以改說 板橋火車站 下 順的 中山路 方向 走 幾分鐘 這樣更好 誰更清楚一點 更好 那這樣的話 大家 有電話啦 可以打電話 電話抄一抄 在國外 本土台灣人 回到台灣來 你應當要到 各地區的 啊 那個 辦事室去 看一看 走一走 了解一下 好啦 重慶北路三段 啊 兩百三十三號 啊 這個 這個大家 也可以 寫一寫喔 啊 那 把電話 抄起來 啊 要 要找的話 就 方便了啦 齁 現在手機都有DDS 蛤 手機啦 都有DDS 都找得到 齁 都找得到齁 哦 對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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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 那個 地圖 去找 但是 你不知道 他沒有跟我們點名政府的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把我們建立啦 那 那 就是 地址要寫一下 台北市 重慶北路 啊 重慶北路 三段 啊 兩百三十三號 兩百三十三號 啊 電話 也大家 記一下 二五 九九 四五 三七 因為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 因為碰到有時候 要問我真的 我 沒有辦法 全部都知道 了解齁 啊 我有時候都叫他 啊 要不然打到我們 啊 中央辦公室來 問一下齁 類似有這樣的 來 東都辦公室 這個沒有 也沒有寫清楚 當然地址是這樣寫 很好啦 我們這個叫做 昆陽站下車 昆陽站大家曉得嗎 捷運站喔 昆陽站下車的對面 昆陽站的對面 下車以後 看對面看 看到旗子的就是了 喔 這個 那個 那個 板橋跟那個 南港啊 這條線的 北南縣的 嘩 封陽站 這個地方 喔 啊 電話 2789 2707 希望国外本土台湾人回到台湾应当去参观一下 再来 还没抄完 再回来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丢给大家 每一位童心 你是在南部 你台北也有亲戚嘛 好康的要到相簿啦 你要打电话给你的亲戚说 有时间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啦 你不要跟他讲什么 先去了解一下 然后他去了解回来 你再告诉他 这样的话就功德无量嘛 你就介绍一位 就是童心来 收不定以后 他也会感谢你啊 到时候真正执政的时候 人家普通半身分证 他拿的八百块 你童心少一点办拿一千二 那他会不会感谢你 一定会感谢你嘛 如果你现在没有跟他讲 没有跟他打电话 以后他会骂你 以后他会骂你了 好康的都没要到相簿 是不是会这样 所以这个 那个电话地址 抄一抄 那就方便啦 有时候说 你会用电话问嘛 他是坤梁站啦 但是这边没有写出来 我们应当是再加强一下 那个交通的地方 坤梁站 这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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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下车就对面 看到有这个标示的地方 桃园的话 在 新竹州总办公室 在桃园市中山东路55号 03-3319-051 你们新竹州 有亲戚朋友了 都要抄一抄啊 打电话 去把他邀请啊 虽然你不是在新竹州 你也可以主动 请他们到那边去了解一下 好了没有 还没有 好 我们再来看 大西 高兴 大客人 大客人 在 他在 登荣路 一之二号 他的电话是 03-387-1019 这个是大西区的农路 好,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主动是 因为我坐高铁要回台南的时候 刚好碰到一位 也是老先生 他穿着一看 就是一个四身 他戴一个帽子 西装笔挺的 一来我先坐坐嘛 他一看到我先跟我打一个招呼 他是坐在我隔壁 后来我们就谈一谈 我所讲的这些人 他都认识 因为他拿出来的名片 我一看 他的理事长是 是黄坤福 他的理事长 因为他是新职市的可能会长 因为他是台湾社 台湾社的名片 我一看 我就跟他讲说 黄坤福我也常碰到 坐高铁常碰到 也跟他常聊 还后来再聊一聊 又谈到台湾省政府 他说林郑哲 他也认识 林郑哲 是新职市长当两罪 他说这个当官也不会贪污 他说林郑哲也不错 所以我跟他谈 因为我说林郑哲 我跟他同事过 所以谈一下说 我身份证给他看 他说他要办身份证 我就我的名片给他了 我的名片是义工 义工名片给他了 他 我就拜托 他说新职桌的知识 找新族的办公室的人 去跟他接洽 他要办身份证 可能先打电话去 他太太觉得 可能奇怪 他是不是人家又要骗他了 因为诈骗集团 因为他被以前心地好 也被诈骗了几次 所以他不在了 他说有一个年轻的 他谈得怎么样 我都不晓得 我刚好也没有去问 新职桌的禁手 说他这位先生去了怎么样 他一直要问我什么 我会自己去 我会自己去 说不定 说不定也不愿意给他太太知道 他要去办身份证 可能是这些因素 他又打电话来 他说不在你有打电话来 他以为我有打电话来 我说不是我可能请我们新职办事室的同心跟你联络吧 是不是礼貌上应答方面 或是说 他说我太太如果 那么讲话讲得比较不好的话 也请包含 因为他不晓得以为是诈骗集团 他以为我打电话去 所以他要跟我讲抱歉 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是没有打电话去 所以现在有这个地址的话 我们只告诉他 他会自动的他会要去办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你也要帮忙 如果你的朋友在新职的话 他说他都不知道 他说我们这个他都不知道 所以利用这个时间 大家抄一抄 那现在我要抄一抄 那可以去告诉他 这个是新职市 东光街 东光路 145号 那我跟他打电话 告诉他 他去那边坐一坐 那他就会 要不然有的太太 跟先生讲好了 太太一定说 碰到诈骗集团了 电话5711313 这个是 新职桌的 有没有人在 新职桌 新职有朋友的 有没有 新职有朋友 你打电话 给他 打给亲戚朋友 好来 再来看 我们 中立的 中立有朋友的话 也可以把它抄一下 中立七 民主路 五段二十一号 他四二零二零三五 四二零二零三五 所以 我们再来 还没抄完 还没抄完 再来 要拜托大家 中立有朋友 你就打电话告诉他 希望他 打电话 跟你的 朋友讲 去看一看 中立正 中立七 民主路 五段二十一号 好了 我们再来 大林 有时候 带 那个相机来 智慧相机都照一照 回去 还带在口袋里面 都方便 有时候 抄一抄 就比较 不方便 这个照一下 也快 你在 车上 看到朋友 就方便 就可以 告诉你的 亲戚朋友 说 到这个地方去 照一照 就 很方便 好了 没有 好了 好了 还没 还没 仁爱路 二段 一百零六向十一号 电话 零二二六八六八九七三 再来 台中桌 台中桌 这个台中桌 应当要讲说 台 台 台中火车站下车 下车 下车以后 那个 往 往左边走 差不多 几分钟 五分钟 也很方便嘛 台中火车站一下车 就是 往左边一直走 往台中公园那个地方走 五分钟就到了 如果你坐高铁的话 它有一般免费的 接驳车 坐 坐 在 台中 高铁下车 有免费的接驳车 有一班 也有一班免费的车 坐到最后一站 就是公园 台中公园站 啊 就对面 它下车是在公园那边 对面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对面是公园啊 啊 大家照好了吗 啊 来我们再来 来看台南州总部 在中华西路一段 两百七十一号 啊 这个是 零六二六三 三四九五 这一条路啦 就是要去安平工业区那个地方啦 啊 健康路 那个安平港 当然还没有到那边去啦 就是在那边附近啦 靠 靠这边啦 啊 如果 找地图哦 查一查 中华西路 一段 两百七十一号 啊 照一照 哦 北部的南部有朋友 打电话给他 好 再来看 台南进 台南进的 办公室啦 是 台南市北区公园路 五百五十一号 中华路 这个是 你如果做 台北 南下的 那个 公路啊 中华路啊 它可以 经过 这个 公园路 哪里 都要 那呢 要不要 这边 哪里 广告效果也很好 有兴趣的 打电话 给台南的乡亲 告诉他 去这边走一走 再来 嘉义郡 嘉义郡 是嘉义市 西区 博外路阿段 因为博外路 我知道是 霍火车站 如果从 到嘉义 到嘉义市 从霍火车站 霍火车逃出来 应该一条而已 因为那条路 就是博外路 我知道 你们 你们要去的话 应当可以坐到火车站或火车站 走下来 应当 很快 他有电话 二三六六九一九 因为 我为什么你们高级班要给这个给大家 以后啊 你们介绍的人 我们会有电脑去统计 看你们的态度怎么样 如果你介绍人越多 那当然 你的贡献越大嘛 这个就可以 安排 你的知识啦 那么 就进手啦 可能就会安排你们更好的一些工作嘛 这个都是 用科学的试剂啊 在做统计啊 所以 没有关系 他是在嘉义 你认识打嘉义的朋友 因为 嘉义的人 嘉义人 去跟他介绍 他认为说 这个没有什么 那如果你是北部人 打电话你给你嘉义的朋友 他会相信你啊 那你打电话去 他就可能会参加啦 这个就是要拜托大家 好来 这个照一张啦 应当效果 很多地方嘛 因为照片要讲的话 就讲啦 干脆 照一张 这个超比较麻烦啦嘛 照一张一按一下 那就全部都放在自己的自信里面了 以后要用到啊 很好用啦 真的 到时候每一位童心到整个 每一个地方都有童心在 一谈到童心 都很好谈嘛 所以说希望大家也知道 好来我们再来 好了没有 好了 好了 我们就要再换下一张 高雅 高雄州总部 三民区自立一路 387号 这个要怎么写呢 大目标 叫做 高雅市场 高雄哦 高雄哦 你要问路的话啦 要当然那么自立路可以 他他这个就是旁边就是卖艺的 义市场 够了市场啦 要问一下 一般高雄人都很清楚 够了市场 义市场 都会知道 好啊 再来 我们再来 南子7 南子7 他是 左营镜 左营镜 那么家仓路 这个是工业区附近 工业区 高雄 那边南子 工业区附近 家仓路 245号 电话 零七 三六零二九一五 这个我也去过 这我也去过 要成立前 成立的时候 我要上课 刚好 我去高雄 市政府审查 大家也有奇怪 我是什么身份 怎么会 很多政府都会 叫我去审查嘛 你们感觉会怪怪的 因为我是工业工程 委员会的审查委员 工业工程 委员会的审查委员 他是 必须是 必须是专家 或是学者 我两个都 具备 所以 有很多案子 都会找我去 那个 联勤 厚勤 司令部啊 我也去审查过 类似这样 类似这样 这个 这个是在 南主的地方 因为我去高雄市政府审查 甚便 到那边去跟 今晚 我去到 香港 香港 敦誌 喂 早上 或是下午的时间 ara 是 以的时间 我就会 到 我们 去 里面 去 跑一跑 看一看 我都是这样的 充分利用 来 岗山 就是在 岗山区民主路 28号 有没有南部的朋友 住在岗山的 有的话你就可以 打电话了 这些 都可以跟他联络 好了 照完了 我们再来 这个是东港 近 在 邦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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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路 两段 三百九十九号 丹冈 冬冬冬 冬冬冬 在九如 还有一个在屏东市内 我说 叫他 因为 我刚好去屏东市政府 屏东县政府 去审查案子的时候 我也去那边去拜访一下 我没有到 这个九如 因为九如又比较远 我去屏东市区 屏东市区也有一个办公室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比较近 离市区比较近 所以我没有到九如这边去 我是到 也是一个屏东进的一个办公室 不知道有没有寄来 如果有寄来的话 那 屏东 近 就有 两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所知道的 可能 可能 要用 电话先约啦 那一边 屏东市区那一边 我等于好像是偷袭一样 所谓偷袭 第一次我有通知啦 第二次 因为第二次 县政府再邀请我去的话 我就事先 因为第一次我已经知道 第一次去 我就当然事先就打给 屏东 知事嘛 屏东知事 那个 进手 打给屏东进手 他就告诉我怎么样 怎么去 那第二次的话 我也是屏东 刚好 我刚刚报过 刚好 我们有一位 童心啦 他也是 那个 等于是 外聘委员嘛 他是 在高雄市啊 我跟他讲说 我们一到 到 那个 屏东进去 他也很高兴 他开车子 我们等于是 偷袭一样啊 去 去看一看 对 对 人很多 在那边的人很多 里面也不错 里面 也不错 他那个里面 还可以停车 来 现在看 那个林雅敬 林雅敬是在市区里面 大圣 这个大圣路也是蛮大条的 三路 四十一号 大圣路 现在照一照 拿回去 可以给你什么 给你的朋友 或是给你的太太看也好 有的太太说 你这个不要去啊 不要 你跟他去 哎 钱 在 台湾 这么地方都有啦 你还怕什么 因为太太 怕当心说 先生到时候被抓走 不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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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安心啦 因为当时候我参加的时候 类似 我在这个地方讲 我是参加李秀莲的 那个高雄新会的 第二任的会长 我太太就反对了 为什么来这边 我太太没有反对啊 哎 这个比 那个新会 我们这是革命团体呢 她没有反对啊 她也来了 高级班也 毕业了 我的孩子也来了 这个就是事实嘛 这个是一定是 没有错的嘛 我可以这样讲嘛 所以跟大家讲 照一照 以前都还没有这个的 我们 五六年前 哪里会晓得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有问题 那就是刚好 有这些朋友说 这个没有问题啦 当时候就用张文燕 秘师长讲说 秘师长讲说 用张燕好了 后来 我是张文燕啊 就用张文燕 以前啊 有一些检察官来受信 都用两个字的 有一个 有一个 警察官也是用两个字 有一个 警察单位来受信 都是限制的 也都用两个字的 所以 所以说 我这个是学士单位啊 问一问这个是没有问题啦 三个字都没有问题啦 所以 告诉大家 把这些照片照一照 回去 跟你的 朋友讲说 参加这个没有问题啦 因为现在都可以看出来了嘛 到现在都 那个时段 我们那个时段 不晓得什么时候 会有问题啊 但是我们看看这些都 这个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一定成功的 所以说 大家来参加都有这个福气啦 古山镜 古山镜 以前那个菜 在我们现在 高雄 以前高雄知事嘛 现在 又把它升到 那个国务 国务院委员啦 就是蔡知事 就在这边 他 成立一个这个 地方啦 是在许多年 那再来 这边 凤山 这个在大辽 光明路 二段 215号 电话 077877617 那我们在 自己的亲戚朋友 在台湾各地 都有嘛 现在把这个照一照传给他 叫他看一看 让他有时间就去走一走 那就是更快啊 潮州 这个潮州我去啦 应该 算一算 应该有三次以上 因为这个也没有换啦 不只是三次啦 上次在到屏东 县政府的时候 我也身边到潮州 我去潮州这个地方也去看过 跟秘师长去 可能去两次吧 这个三次以上 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来 很难得啦 很难得 在 彭府 彭府 有亲戚 朋友的 也可以跟他 马公寺 东文旅 179 13号 好 照一照 朋友 彭府有朋友 你就打电话 如果 如果 国外 本土台湾人 你是彭府人 回去 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 再来 宜蘭 现在 换到 宜蘭州 在 花年 中山路 769号 这个招牌 你看 上面 这个棋子 这个不是骗人的 因为 有照片嘛 好 来 好了嘛 照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 台东 台东 应当 这个地方 我也到过 台东 是 长安街 六十九号 零八九 三二六 七八九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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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好了 我们再来 基隆,哦,现在基隆有了,基隆寺,仁爱期,自来街39号。 如果我们等于是你们后来的嘛,你们有地方愿意奉献出来, 在大马路上,你到桌里面,就跟桌的知识报告,叫他去看一看, 如果很好的地方,那当然也可以成立,第二个办公室也可以啊, 类似这样,可以提供,不是说我们后来的,那么就必须要, 如果有更好的地点,更宽阔的地方,那当然也可以跟知识啊,联系一下, 研究一下,可以去成立一个办事处。 那个屏东镜就是这样的,屏东镜是有两个地方。 宇兰抽,宇兰镜,大家看看。 用照的方便啦, 好了,那我们,他是在东山,东山路,那么五段,357号, 这个就是,楼东环镇这个道路上。 好,那现在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我们给,使用我们身份证啊,现身说法,这个要再强调一遍。 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早期啦,这个童馨,他们几个成员,在美国使用的现身说法。 好,来,我们来放这些,啊,影片,啊,先来看看。 新传单报纸广告,后后一叠全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 嗯,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出几班和高几班,嗯,嗯,嗯,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他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 参加严席营,一次六千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捅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金片身份证每张一千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碟,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 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宇要发出四十亿万份身份证,找到四千名公务员以及木道一千位警察。 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六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 马英九啊,生吞活泼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 说只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王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 谁疯啊,以后就知道了,不要两名,你会看得到。 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评,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 那我们事先哦,我要感谢三立啊,但是他没有二十四小时跟我们放,当时我只放一次就停掉了。 那时候,那时候如果是三立在地,二四小时在地放,在地放了,我看哦,要继续较快,立方政府要继续较快。 那时候就,好,你知,我们有靠起来,不然就现在要查都查不了,类似这样,让大家知道。 因为,因为他跟我们说,我们给三立和谈就是,他跟我们说什么? 说我自己制造啦,我们这部晶片是美国制造。 这点,他三立马上报不过去,这样。 那现在我们去美国回来,你看,这些城园啊,去美国回来,献身手法。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献身手法。 比丁 毕书丁 所有大家的兄弟姊妹平安 今后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 毕书丁常常非常清楚 简单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 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们就用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 我就跟海关说 我这边有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 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又几个童心说 Yahoo Yahoo 过来过来 还会是要准备吃山猪啊 这个美国没有山猪啊 那我们去的时候 怎么要去那里 原来又要到国务院 那国务院呢 我们七个人就进去 那只有用ID 一放进去 Shut 好 OK 我就进去了 这是非常好的见证 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值呢 不是耶 也不是非俗里面制作的 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 毕书定会非常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流氓政府 常常说一变成了二 二变成了五 难怪我们高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真的搞混了 这个流氓政府混到 不要讲好了 我就在美国亲自亲厭有这样的见证 所以非常千真万确 那其他的活动有其他的同心来讲 这个是第一个现身说法 我们再来看 那么 黄石焦 童心 他的使用 我们也请来播放他的 我们听 跟我们的童心 黄石焦 我们把鼓掌这个 请他来现身说法 他去美国哪有用到 看他怎样说 这都没到空了 好来 阿姨 你跟 报告一个时间 地点 和使用的过程 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来 好 大家好 我是黄石焦 因为我2014年的十月份去美国去上海 因为当时去的时候 我和我妹妹两个都去 因为我两个人坐不一样的航班 我是坐大美航空 他是坐约 因为我要通关的时候 因为我立起的时候 不记得拿新闻证给他 可是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 我有新闻证 怎么不记得拿给他 我知道他只拿新闻证给他 那个通关人员 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 他在那个电脑上面 扫描一下 结果他就还给我 他是双手 双手这样 移工送还给我 我很感动 我想记我 我出入美国很多包 我都不得到 这么好的 这么公共送还给我 再来呢 他给我另外一边 因为一个通道 那另外一个通道 我就很顺利的 也不用检查 就顺利的过去了 那另外我的朋友呢 他在旁边 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 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 那个外套 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 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才可以通过 那人呢 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 那个扫描器上 然后往上这样子 扫描过以后 他有时候不放心 他还拿一个棒子 全身扫描过 才让你通关 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 是蛮谨慎的 而且是他很仔细的 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 可是我觉得说 今天很特别 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 甚至呢 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 后来我了解以后 他那个 那个特别通道 最好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 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 我感觉很幸运 很幸运 因为我 台湾民政务有这张照片 是有很多人跟我恭敬 那种感觉 因为我最难不接受 就是说 拿雙手向我 每次我在通关的时候 他就这样一手而已 他没有用双手 那一天呢 他真的是双手 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说 哇 我吃到六十万 去到国外 这次是最尊重 因为我常常在国外出入的时候 我们台湾都没有人 知道我们台湾 甚至都都欠了 我说不是 我是台湾人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台湾人 可是我们以后 台湾民政府 能够国际正常化 我很感动 我说 很感恩 一长在这边 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们 今天真的很有无报 他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 做这件事情 然后永远这位身份证 我们可以去国外 就是备受礼遇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我看 我接下去 没问题 因为他又去 去值班 又去 刚才有一个国外的回来 他去跟台湾 好 好 我们 同学嘛 房石交 他又很好 他去 他去做宜蘭 去值班 在那 他 的情形 就是这张照片 你敢说这张照片的来由 好吗 好 好 这张是我 二十二号去宜蘭 因为 那个中医师 他说 我是外国籍的人 我不用办这个新闻证 我說 办这个新闻证 跟你外国籍是没关系 因为这个新闻证 对你来说 可以帮助我们的台湾 甚至给我们的子孫 有国籍 国籍地位 可以政上法 虽然你有外国籍 我们台湾的孩子 你在这儿出事 你如果说阿嬤 你家的人都在这儿 是不是这样 你应该 站出来 替我们台湾做一件好事 不知道 你说 你的社会 走这么久了 这个人 请这个 对对对 那一位 他是中医师 而且呢 他是有 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 他在国外一定有 其他的国家的国籍 我说 我们台湾 很需要你这种人材 你年轻人 应该站上去 我说我六十多年 我就 你做这件事 你应该出来 帮助我们台湾 让我们台湾 民政院 比较快的一件 对吧 我们的福利 你也应该享用 对吧 你也应该帮助你其他的 凡价 其他的真的朋友 要他听说 他觉得这件事 有意义 他就随于 跟我们的通信 另外一个 我站在我旁边的通信 他就跟他 对 那一位通信 他就带他去 地政事务所 去办 那个 他们祖先的 那些 政明 啊 他再去 他想 他想想 他们的商品 就带他们的朋友 再去拿就好 所以他拿回来 他就整个当场 把那个 身份证申请书 都写好了 啊不知道 很高兴 跟我们的事情上了 我一感动 就是说他听懂 因为他国外 妈是家早上 他知道 我们台湾没人 林董 甚至他也没了解 我们台湾 那些人 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自己 以后我们的主题 我们自己 可以管理我们自己 哪有像 澳洲 澳洲 那边的 生活水準更高 其实说我台湾 我只有一段时间 我想要搬去 澳洲 因为我感觉 那些生活水準更好 要跟我们的 訓練所说 你不是 你是台湾人 你要回到台湾 帮助台湾才对 不然我十几年来 我都在美国 我都在那裡 我心想 我们台湾今天 没有让人 把我们注重 没有人把我们尊重 我们今天 要站出来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要让我们 世界的人 林董 我们台湾 这核定的公英 我会想到 那时候 应该出来做 帮助我们自己 帮助我们的儿子 帮助我们的儿子 让我们的地位 正常化 甚至呢 我们可以做好 很多医療的人 我感觉 这件事 很幸福 啊 感謝 张教授 给我这个机会 来说 说这件事 我不行 可以 但是我说 我是很感动 因为我可以站来 我真的 很感恩 因为秘书长 創作这个机会 让我们 六十几年来 说实在 有机会可以 重新开始 是我们的福气 是我们的福气 大家再高重一下 谢谢 谢谢 看到这样 您自己 感觉如何 心思 转移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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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介紹較有專業的、年輕的來受訓。 第二,親家朋友都叫他去辦事務場。 這,因為美國跟我們說, 第一,婚姻4000名,我們是要接政。 第二,說你趕緊去辦這個事務場。 如果說到這個事務場,我要跟大家說, 是怎麼李政輝要把台灣臣說廢掉,美國說不行。 阿姨說,我要用台灣共和國去參加聯合國,聯合國跟他推行。 再來,他說,我要公道。 他說,主民主管啊,住在這個人來主管啊。 美國說,你是麻煩製造者。 我就說,你是川普買家。 你是麻煩製造者。 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這兩個都奔託台灣人的總統。 他沒有了解國體法、政政法。 因為他們這些錯誤啦。 我們都得過了。 都清楚了。 建政法。 有兩個鐵則。 我們再來學一個,好嗎? 第一,流亡不能怎樣? 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嘛。 劉王。 他們是劉王政府。 你就要再回去啦。 李政輝,想要把台灣省廢掉, 變成台灣共和國。 他們要把國民黨就地合法。 美國說,不可以嘛。 再來,阿扁啊。 他說,阿扁,我來參加聯合國。 因為,這個土地都不是台灣人民的。 你要成立一個國家有四個條件。 土地、人民、國政府、外交錢。 都沒有了。 因為,我們拿出來的新聞證,都是什麼? 中華民國的。 所以,他說,阿扁,我們來共和國。 這些人民來出國,來共和國。 欸! 美國說,我們來共和國。 大家先看看。 一部分是,中華民國,到那裡收台, 走來這裡。 就,我們所說的, 這個劉王政府就不能就地合法。 我們現在又說, 這個土地用戰爭可以取得嗎? 我們的土地, 只能用什麼? 賣賣。 對啦。 因為日本,把台灣已經按照黃民化的過程, 把它改變從以前是殖民地喔。 台灣以前是殖民地喔。 慢慢經過黃民化以後, 把它變成實施民治憲法以後, 我們變成台灣有可以參政權跟參戰權。 所以台灣可以去當日本的兵。 當兵以後,死掉的衛攻, 都暫時地放在靖國神社。 現在, 東京日本的靖國神社, 有三萬九千一百個在那裡。 這就是因為, 日本天皇已經把台灣在1945年4月1號實施民治憲法以後, 台灣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所以, 所以, 用戰爭沒有辦法去取得主權。 我們, 找一個叫做習近平, 去紀天王, 拿走它, 這個叫做記者成員公司。 我們找一個叫做記者成員公司。 帶我們來看。 這個叫做記者成員公司。 他現在在選照片的時候 他說要選他在臉上給他放下來 這就是因為我怎麼說請大家思考這些問題 我來講一個小故事 簡單的說 習近平去美國那時候是副總司機 他去美國回來的時候 訪問回來的時候 他知道天皇還有台灣這塊土地 現在他要來拜訪 透過中共駐日本大使館安排 還要去趕天皇 他退過他們的外交部 他們外交部跟他說 你要去趕天皇 要半年就要安排了 不好意思 他透過美國 叫美國安排 美國就按照這個日期 2009年12月15日 退過美國安排 其實 第9月他跟天皇說 中國 經濟現在比較好 想要來買台灣 天皇怎麼說 說我們祖先到現在就沒有買東西了 你要來買東西 這就是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就是這個情形 還有很便宜 早期朱鎔鐵的時 一定說 台灣跟澎湖是我們不可分割的領土 好 鐵軍頭部 立定會要算的時 這樣跟我們發 好 要打火鍋來 不可分割的領土 現在在說什麼 現在這個在說什麼 現在 不是不可分割的 他們都清楚了 他們都清楚了 跟日本的前 手上說 他們是不可 核心利益 我們家寶說 中國是核心利益 他現在發出來 發什麼 發說 釣魚台 這是日本的固有的領土 因為釣魚台 就是 讓宜蘭 做的領土 也就是天皇的 台灣就是天皇的 天皇的 就是他們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 因為 不可分割的領土 要按照國際程序 國際程序 國際的程序 來 達到 日本都做到 不知道 跟你說 4月1號 是騙人的 不然他要做 4月1號要做什麼 為什麼 他要做 因為 4月1號 是他們 日本的會計年度 的開始 剛才會計年度 他就說4月1號是愚人節 他那就是流氓政府 這樣大家不知道清楚嗎 這樣就要拜託大家 大家不知道有信心也沒有了 回去做兩件事 大家不知道有信心也沒有了 第一 又強調介紹年輕人來受訓 第二 新聞情 叫那些青青五十都來辦 這樣好不好 好 因為這條路 大家都有這個福氣 會看到 越來越接近了 那如果 十二月 二十到十二月二四 我都 參加去日本 去天皇 已經 四百了 去四百了 大家如果要再來 我們家裡來去好嗎 好 欠三萬八 現在開始欠 欠三萬八 大家來 我們去 百幾個 今天呢 實在 沒漏氣啦 大家都請 這輸這樣出去啦 真的 那個 清國神社 那些 三萬九千一拜 我們去跟他拜 之後 都跟我們回來 回來之後 他們又去 他爲 又去了 有現象 我們在那裡做發肥時 風浪呼這個 在裡面都很涼 有去參加的人都體會出來 如果有這個幸福 我們傳十二月 二十 我們再來一座 因為怎麼樣 大家都有夠足夠了 你若初去班 我沒有要宣傳 若初去班 我們希望這會 拍一個紀錄好嗎 要拍一個紀錄就要兩百多月 我們以前去了一百多月一百八十幾月 所以當然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兩百多月很方便 今天是感謝大家 感謝